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谈我们的主题 就是架构师呢,应该怎么样子才来培养这个创新的思维 那在这里呢 我就要来以孔明的这个范例来说明 这一个孔明的荣宗队,他在谈三分天下的时候 那怎么运用 非常接近受印推理法的这个假设跟否证 的这个思维 在让你了解孔明的这个思维之前呢 我要来先帮你做个铺垫的动作 就是让你能够了解 也能够衔接 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所谈的这个受印推理方法的简介 我在上一个回合呢 已经帮你做个简单的介绍 这门受印推理方法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帮你做更详细的说明咯 这个所谓受印推理法 基本上就是一个假定性的推理 是一个假定性的推理 那这个英文叫hypothesis 就是 凡是未来 你看到hypothesis 这个字呢 就表示它是 没有事实根据的一种假想 一种假设 或者就是假定 没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我们将应用事实来给它做否证 用事实来给它做否证 比如说 ro p则q 如果车子停在搬买线上 车子就会被开发单 OK 那这一个 可能是 我们心中的假设 那么心中的假设呢 我们如何来给它做否证呢 对不对 ro p则q 那 相对的 那就是 ro 非q 则 非p OK 所以 这两个 这一个跟ro p则q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呢 这个相反的部分 那么就可以把它否证掉了 相反呢 就是你找到一个 ro p 不是q的 或者是 ro p则q ro p则q 不是p 但是却q的 这个都是可以否证它 OK 好 那我们在这里说过呢 ro p则q是成立的话 就是这一句话是成立的话 那这一句话必然是成立的 必然是成立的 这是 一个 逻辑的 就跑出一个非q OK 那就是 否定掉了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呢 ro非q 则p 那也可以否定掉了 OK 好 那我们就来 看一下 这个 在上一个回合当中 我们有讲解过 这个 羊乳牛的 这个例子 就是当时呢 天花死的 好多好多人 那么 大家都在 医院里头 很多医生 都在 看这个病人 然后寻找 这个病因 来对证下药 那其中有这个 Gener 就是把重心 放在 没有得天花的人的身上 因此呢 他观察到 这是观察到的现象 这是事实哦 这是fact 好 羊乳牛的村庄里头 很多人没得天花 OK 好 那他就去思考 这个 因素是什么了 所以他心中 就有一个 假定性的一个推论 一个推理 就是 挤牛奶的人 因为 感染的牛痘 所以呢 他就对天花就免疫啦 对天花就免疫啦 弱 有没有 做 如果 牛痘 感染牛痘 啊 批 则批 啊 天花免疫 OK 若感染牛痘 天花就免疫 OK 所以呢 他就 发现了 这个 啊 为什么会免疫 这个感染 牛痘 是因 啊 是因 然后呢 这个是 啊 这个是果 这个是果 因此呢 他依照他的 这一个假定性的推论呢 他就 去注意到 这个牛痘 注意到这个牛痘 OK 所以我们用这个图来看 第一个先看到 这个 有许多人啊 对天花是免疫的 这叫做Q 那么 啊 啊 这就是hypothesis 假设 得够天花 就会免疫 OK 所以呢 依照他的 想法呢 就 这个是推出来的 啊 这个是推出来的 OK 但是推出来呢 常常是我们的 行动 啊 这个 我们的行动的一个主体 比如说 我们要中牛痘 他就 可以 没有天花 OK 啊 这样子的 像医生呢 看到 你感冒 发烧喉咙咙痛 他在心中里头 啊 也有一个假设 得感冒 啊 那就会 发烧喉咙咙痛 因此呢 他就推论 你是得感冒 因此呢 就 啊 给药 给药 OK 所以这次是医生的诊断跟处方 就是这样跑出来的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去否证他 啊 啊 那 最简单的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 因为我们是观察到Q嘛 才引起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就去观察 非Q的那一群 啊 譬如说 这一个 啊 我们都在观察 Q就是 得天花生病的人嘛 那么 Jenia就去看 那没有生病的人呢 那没有生病的人是 情况是怎么样子 啊 那没有生病的人呢 他就发现 啊 这一个 啊 有这一个 原因 就是种苗痘 啊 就是得到过苗痘 OK 所以呢 如果要把他否证 要把要把这一个东西要把他否证掉 就是我们 找到一个得天花的人 却得过苗痘 OK 就是 若 非Q 则 啊 非P 那么 这个东西就被否定掉了 就被否定掉了 OK 啊 或者是 啊 反过来呢 若 P 只要Q 啊 那也是不对的 还可以否定的 但是因为 我们现在是 这是我们观察的现象 啊 这是我们观察的现象 OK 好 我们能够依据的事实 就是这个 啊 就这个 OK 所以呢 那一般来讲是以 这个非Q 来做否定的 居多 OK 那我们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因为先观察到这个事实嘛 Fact 然后呢 接下来就 啊 由透过人的 脑力 人的智慧 去 做推论 推论之后 啊 就会得出来 这个因 就会得出来这个因 OK 再看一遍 就是人是 先观察到 依照 受因推理法 人们是先观察到这个事实 之后呢 透过人的经验 去判断 去推论 然后就得出一个假定性的 一种推论 啊 然后呢 再得出来 啊 原来就是 啊 这一个 因为牛豆的因素 所以原来在这里只是想象的 所以推出来到目前为止 都是属于推论型的 推论型的 然后呢 接下来就找一个非Q 看能不能否定他 如果否定不了 那么表示他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OK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把握 他只是他是有可能的 没有被否定而已 那这就是受因推理法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做法 一个 啊 做法 那我们现在 要给他做比较简单的 一种 啊 大家都比较容易 啊 这个理解的一种 啊 假定跟否证的 这个 说法 也就是一个叙述 OK 好 那么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若P 啊 P呢 就是停在班美上的车子 那么 有很多量 没有被划 OK 啊 若P 则会Q 那就否定掉这个 假设了 啊 因为我们是 啊 如果停在 班马线 就会被划 啊 那么如果 不被划 就不会停在班马线 所以呢 显然这个 有 车子呢 啊 没有 按照这个 规律 所以我们就把它否定掉了 OK 就是 我们原来是 如果停在班马线 那么 就会被划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有看到 有这一个被划的 但是 没被划的 但是却停在班马线上 所以就否定掉了 就否定掉了 OK 好 那我们就 用简单的说法就是 车子停在班马线上 都会被划 这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 日常生活的说法 我们就是从 受音很严格的受音推理法呢 再把它 啊 这个 衍生出来成为 啊 这个推理跟否证 就是假定跟否证 车子停在班马线上 啊 都会被划 啊 这是肉皮则Q 啊 那么 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说啊 你只要 停在班马线上 一定被划 那就说啊 我上次停在班马线上 也没被划 OK 这是一个 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 很容易 啊 大家常常运用的 所以呢 就其实它是来自 受音推理法 我的意思就是 帮你解释这个 OK 好 那么就是 得过天花 就会免疫 就先有这个假设 先有假设 啊 先有假设之后呢 我们再来 啊 这个 得出这个 结论 结论 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呢 我们就会 啊 错过这个 中牛豆的方式 来采取行动 啊 就是说 有得过牛豆的 就可以有 对天花有美丽力 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来中牛豆 应该是中牛豆 这个叫做 Action 啊 因为 啊 这里头就是音嘛 所以有的音 改变的音 就会改变的国嘛 就是 天花免疫力呢 啊 就是 啊 就来自这个音 所以呢 我们去做了一些行动 就可以促成更多人来 免疫嘛 所以 就像医生一样 开处方嘛 啊 开处方 OK 所以呢 这就是 啊 从假定性的 来衍生出来 我们找到我们的音 再来 采取这个行动 OK 好 但是 这个行动呢 是 啊 有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来自假定的 这是来自假定的 好 那这个是 啊 不见得那么可靠 OK 那么可靠 但是又不能证实 又不能证实 因此呢 就 我们就来想办法来否证他 因此呢 就 看看有没有那个得天花的 但是又中牛豆了 如果找到一个得天花 又中牛豆了 那就表示呢 啊 这一个 啊 这一个推论是不对的 啊 如果 这边是 啊 这边是否证了 若 如果这一个 啊 肉费Q 啊 肉费Q 则P 啊 啊 如果 有得到这个 有看到这个得天花的 啊 但是呢 他中够牛豆了 中够牛豆的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化差了 就化差了 因为肉费则Q 必然是肉费Q则费P 好 那么如果没有依据这个 啊 费Q则费P 那么表示这个 啊 推理是不对的 是透过这样来 否证 OK 啊 这叫做否证 好 所以在历史上呢 孔明 张良 啊 这些都是 一个很重要的 A段架构诗 啊 那A段架构诗呢 你看他的 龙宗队 怎么写的 所以他信中有一个假定 就是说 我们刘备如果想当皇帝要达成这个目标 啊 那这一个手段 啊 就直接 北花曹操 就是一分天下 啊 他的假设呢 这个是可行的手段 然后呢 就去否证 因为他没办法证实 啊 这样子的 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啊 这个GO 其实呢 也就是 这一个 啊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 结果啦 如果呢 北花曹操成功 就可以当皇帝 就可以当皇帝 OK 好 那么 现在来 佛证啊 来佛证他 金超 勇兵 百万之众 学天子 令诸侯 出城不可以争封也 啊 就是看得出来 啊 目前呢 啊 这一个是 没有能力可以去达成的 啊 这只是一个假定 假定 我们 北花曹操 成功 我们就可以当皇帝 啊 就可以当皇帝 这个目标 只会达成 啊 啊 这个结果呢 就可以实现 所以这个G 也就是等于我们的Q 咯 啊 那这是 啊 如果P 成功了 啊 如果P 是可行的 那我们就可以当皇帝咯 啊 这个当皇帝咯 OK 所以呢 那这整个合起来就是我们假定性的一种推理咯 啊 假定性的推理 那么 啊 这个是目的 这是手段 OK 好 那 一般我们会 比较偏向 从这个手段上去否定 啊 所向着 手段上否定 啊 这样子 OK 所以呢 有时候把这个Q就分离出来 啊 这是 形式上有很多种变化 然后呢 那这个就针对这个手段来做否定 啊 来做否定 OK 啊就说明了 我们今天 这一个 啊 连P都不可能成立了 那你 啊 这个 若P则Q 那么 若 啊 非P 啊 对不对 啊 若P则Q 啊 那么你如果 连P都 连P都不行 OK 那你就不会有 啊 Q这个结果了嘛 就不会有这个结果 OK 啊 所以直接就把这个否定掉了 好 接下来呢 如果要二分天下 这个手段呢要达成那个目标 那我们采取这个手段就可以达成那个目标 OK 啊 但是 啊 这个手段是可行的吗 啊 答案又是否证 把它否定掉 啊 所以呢 在这一个 孔明的脑筋里头呢 是有很多 假设性的 排列在他的脑筋当中 啊 脑筋当中 啊 那他就想说如果我一分天下 成功 我就当皇帝 就要二分天下成功了 啊 啊 那么之后还可以 啊 逐渐的 变成呢 当皇帝的 一个目标 啊 先二分天下 再一分天下 结果呢 连这个二分天下的手段 都被否定掉了 啊 都被否定掉了 所以呢 那个逻辑推理呢 啊 啊 就不通了 啊 就不通了 啊 所以他的 假定 这一个二分天下 是可行的 啊 那么就可以 接着 做一分天下 啊 啊 那 接下去就是当皇帝啦 结果呢 发现 都是不可行的 所以就否正掉了 然后呢 三分天下 先取 一周 啊 这一个 三分天下 是可行的手段 结果没有足够的 否定的政绩 啊 所以呢 这个假定性的 这个推理呢 就先留着 啊 继续 啊 做 啊 调研继续做研究继续去展开更细腻的的这个探讨 OK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软件的敏捷开发呢 也是基于这个收音推理 啊 也是基于收音推理 那么孔明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 会再继续说明 那么现在我们稍微对应一下 这个软件的敏捷开发呢 也是基于收音推理 啊 所以在传统的Waterfall 就传统的作法里头呢 是属于演义法 属于演义法 这边 我就没有 这个 走图了 又图了 所以这个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从需求演义出来的代码 跟架构 这是 传统Waterfall呢 是从 这个需求演义出来的 那敏捷呢 属于受音的逻辑 架构跟代码 不纯然是由需求演义出来 而是 透过假定 佛证的一个逻辑 的一个逻辑 所以敏捷的TTT 主要认入不是来证实 不是来实证 而是来佛证的 来佛证的 那如果被否定掉那个部分 就反馈回去给 架构式跟开发者 来带动一次新的 这个迭代 新的这个迭代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 例子 你看 这里头是一个 假定性的依照 愿景 来做设计 所以依照造型模式 提供 构构 构构 之后就可以开发代码 就可以开发代码 这是我们 假设 只要有构构设 那么就可以 开发代码 就可以开发代码 OK 这样子的 那么 就是 由这个 假设性的 假设性的 那么 就可以 来 开发这个代码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拿这个需求 来做 这个检验 来做 否证 如果呢 这个需求呢 不能通过需求的 他就做回馈 跟修正 做回馈跟修正 那么这就是我们敏捷开发的基本的做法 他是来自 愿景 愿景是很多是 假设性的想象的 那么依据这个 愿景 来做架构设计 架构设计呢 然后产出这个代码 产出这个代码 然后呢 这一边 可能是不可靠的 就像我刚刚 举的例子 如果依据 这个医生的假设性的 那么 就来 帮你开处方 假设性的 就来帮你做处方 帮你做开刀的动作 那个是 比较危险的 因此呢 还需要做 否证的一个工作 当否证 那如果否证呢 发现呢 不合理 那么再回来做修正 再回来做修正 OK 那这就是 这一个 敏捷开发的 基本的 一个概念 也是来自 售音推理法 OK 好 那我们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待会呢 继续咯 先休息一下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